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东湖介绍办工作人员强行带走 周先生说 我们这个车上呢就是20度人家呢都没签字 这个没有排好那个价格的好像那个S方面的情况之下 他们现在把我们那个卡子拆卸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是8月26号 而且呢他们卡子拆卸之前呢 我们在那个法院开行的时候呢 在法院的大门里面把我们那个拘留起来了 或者远近起来了 就是把我们那个远近到12点以后呢 晚上12点以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就全部拆完了 一共有多少人呢被软禁了 软禁了就是我们是20度的人吧 就是每5人家每5人家一个人 就是26号以前27号以前 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就是分别就是软禁了以后呢 就是大家就是我们这个门都没开 就是人不在家里 他们就是把那个就是很霸道的 就是把这个门敲铺了以后进去 就像我们这个那个金 就现金啊 就是那个金银财物财宝都没拿 他们就这样就跑掉了 就是把这个法子就都推了 星期四本台记者多次致电 工农村的村长于子泉和东湖街道 曾建科科长夏建波 但是一直无人接听 据悉 工农村共有约65村民一直以务农为生 2003年村民的农地被征用后 村民还能依靠在家进行行纺植的工作 勉强生活 如今房屋也被强拆 一百多口人 不但无家可归 也失去了生活来源 村民邓先生星期四对本来说 据村民介绍 上月27日 曾经有11位村民代表到了北京 准备上访 但是由于60周年大庆的原因 北京的信访局拒绝接访 上周一 50多位被拆迁户 集体到浙江省政府递交信访书 结果被当局拒绝受理 有官员还表示 这次强制拆迁是合法的 程序到位的 村民说 已经邮寄多封信访书到省委书记和省长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回复 村民表示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们一方面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 另一方面还会通过信访的方式 据悉 村民们正在向浙江省高院提出上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周香港 这些移民童别推測 Shir send